刑事局法医室是杨日松50年来工作的地方 但现在他却因为罹患大肠癌 在国泰医院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回顾杨日松让他一战成名的是 34年前蒋子翠分尸命案 当时他一来到台北县大汉桥下 一眼就看到这一个塑胶带 觉得很奇怪打开一看 里面装的竟然全是碎石块 当时没有DNA技术 杨日松只能靠着解剖 把这些石块统统拿出来重新拼凑 八块石块又怎么辨识身份 杨日松一低头就立刻发现 左小腿上的这一颗红痣找到了破案关键点 确认这一具尸体是当时失踪的女块纪元 不止重大案件需要杨日松 还有更多的悬疑案都要经过他相宴 才一一顺利侦破 曾经在淡水沙伦海水浴场 警方发现一具女性尸体 脸全被鱼啃食了 腐烂肿胀的皮肤根本辨识不出身份 本来以为只是单纯的自杀 可是就在想念完尸体的那一天晚上 一场梦让杨日松决定二度验尸 还有了重大发现 女尸肺部有毒物反应确定是他杀 也因此逆转了办案方向 这两件奇案是杨日松经手过最精彩的案子 可是调出华氏的资料片我们还发现 看看这个站在台上戴着黑框眼镜 立着小平头的年轻人 他是32年前的杨日松 51岁就因为资深的法医经历被军法局颁奖表扬 这也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面 从这一刻开始 他的一生就注定和法医过不了关系 每次都有和一般人不同的见解 杨日松这50年来从黑法一直忙到白法 但是每一年的中原普渡 他绝对不会忘记出现在刑事局 拿起箱祭拜好兄弟 还特地走进他最熟悉的解剖市 称霸法医界的杨日松 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虽然法医界后继有人 可是灯光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 这么灿烂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华盛新闻透过管道 独家专访杨日松生前 唯一授权传记 世纪喜悦人的作者汤坤山 为大家解开谜团 站一下 他这只手沾了 其实他就这只手去沾 大家以为他尝这个湿水 可是尝湿水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科学这么进步 他尝了假如有毒 他不中毒死了 原来所谓常试水 只是杨日松跟世人开的一个玩笑 二十几年的望连之交 粗香式合照时 杨日松和汤坤山都还神采奕奕 如今却只能在梦中笑谈当年用 汤坤山眼中的台湾福尔摩斯 除了幽默还相当淳朴 忍不住红的眼眶 汤坤山将回忆威威道来 让世人透彻地看见 传奇杨日松人性真实的一面 一说起杨日松眼眶就忍不住泛红 他是刑事局的指纹专家林铁笔 从民国65年就跟在杨日松身边学习 两人相交整整35年 如果杨日松是福尔摩斯 那林铁笔就像华生一样 生命中最重要的好朋友 却突然走了 让他真的很难接受 回忆起两人一同办过的案子 他说杨日松私底下非常亲切 还有很多会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习惯 例如杨日松在验尸的时候 从来不戴手套 还会先用食指去碰尸体 这是为了要知道尸体的温度 但为什么只用食指 杨日松从来不说 如今也没有人知道答案 这就是杨日松 84个年头破案一直是他自认最大的使命 我现在就用食指去碰尸体